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酷盖人射风了 被喜剧人包围 变成了阳光开朗大男孩 提到酷盖 你会想到谁 那必然是我们的王一博 娱乐圈中 清冷戏的代表型人物 可是如今 随着王一博的爆红 多部作品的上映 各种公共场合的亮相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王一博的酷盖人设 貌似不过是表象 其实人家是个小可爱 他不笑的时候 有种清冷的距离感 可是他笑的时候 却截然不同 笑得很甜 很可爱 特别招人喜欢 王一博是个内敛的个性 有点慢热 可能刚开始接触让人不敢靠近 随着环境熟悉后 整个人会变得活泼开朗 没事就会偷偷笑 甚至笑得挺不值钱的那种 在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热烈片场 这次王一博的特辑中 让我们的酷盖人设 直接被撕掉了 展现了真实一面的王一博 原来人家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甚至还挺逗 活跃起来 显然一个24-5岁的大男生 没有了所谓的偶像包袱 更加真实接地气 街舞题材的影片在当下的市场中 鲜少的 这部影片的出现 会给我们带来同一样的视觉跟价值的体验 到底成败如何 关键看市场对于王一博街舞的认可度 带出圈的街舞 通过大荧幕来呈现 有着底层小人物的追梦赤子心 带着热烈的情绪传递 能否打开观众的心 就看这份热烈情感是否传递给我们了 回头咱们再来看王一博 这次搭档一圈的喜剧人 王一博不笑都难 整个片场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氛围主打一个欢乐 黄博 小月月 小沈阳的出现 你看着不用他们开口说话 你就会笑出声 这个组合 还能憋住不笑 也算是厉害了 还有小月月这次饰演王一博的舅舅 一开口就说外甥随旧 让王一博直接笑翻 更别说两人在片场的互动 无论是坐着 跪着 趴着 王一博笑得眼角的折子都起来了 这次王一博在剧中 还有一位特别的对手戏演员 那就是刘敏涛 饰演陈硕的妈妈 第一次合作 见面后的她说王一博让她挺意外 没想到是一个内敛还挺内秀的孩子 跟外界的形象全然不同 这个评价很真实的反映了 我们大家对于王一博的形象的解读 的确如此 曾经的裤盖人设 确实深入人心 街舞上的酷帅 作品中的清冷 可是到了现场后 一接触后 截然不同 王一博是个挺低调谦逊的人 自己的红让她也措手不及 可是她也不太在乎 还是按部就般的做着自己的事情 是个不太言辞 却有着有趣灵魂的人 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 被一群喜剧人包围 各种的包袱一抛出来 整个剧组都笑翻载的 你在酷 都顶不住啊 熟络起来的王一博 跟大家展现了阳光开朗大男孩的一面 跳着街舞 玩着篮球 跟剧组工作人员打成一片 会玩着头盔 还会扛着摄像机 哪怕收工了 也不会立刻离开剧组 还会在哪里停留许久 这就是私下真实一面的王一博 人家是个爱笑的阳光大男孩呢 爱运动的男生岂会是清冷的 必然是活泼开朗又可爱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